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重新整理水浒传 然后就突然想到其中有一个题目呢 能跟大伙聊一聊 什么呢 就是赐配充军 赐配充军大伙都知道这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手段 但具体指的是什么有什么区别呢 很多人其实不了解 过去赐配跟充军它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刑法 充军赐配它是有区别的 但是在宋朝的时候呢 它是合的一块 统称叫赐配 赐呢 就是脸上刺东西 这是起源于奴隶制时期的墨行 就是在犯人脸上额头脖子后边刺字图案 然后染上墨 这是惩罚的一个标志 这个东西 它一直这种刑罚一直应该持续到了明清 都还有 那么说这个刺字怎么操作呢 据说过去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这叫大金印 刺的字大小形状 它不一样 你比如偷东西了 那么在耳朵后边 刺一个呢 环形 一个圈 这让人看就知道这个偷个东西 那么流行图形 就是发配的那个 这个刺一方形 刺一四方块 刺一这么玩 还有处于杖形的 拿棍子打屁股 这刺一圆形 这大小呢 这直径应该是不过五分 还有的这个强盗 哎呀 这个很凶恶 强盗 强盗这怎么办呢 额头上得刺字 得刺上这个强盗俩字 让大伙儿知道知道 这个身份证是写着的 这个是一很大的惩罚 此配 那这个配呢 配指的是 大致是分本州 临州 五百里 一千里 两千里 三千里 包括到沙门岛 本州就是在本地 临州是隔壁那个地区 那个省 再往外就远了 五百一千两千三千里 然后到这个沙门岛 咱们看水浒传 七种方式 出现了应该是五种 这里边最远的呢 是 卢俊逸 北宣 冲军之地是哪呢 这个沙门岛 沙门岛现在按距离来说 山东长岛一带嘛 按距离算 得是三千里以外的地方 整个水浒 咱们统计过 次配之行的十四个人 梁山好汉有八位 林冲 武松 杨志 宋江 裴轩 雷恒 朱同 卢俊逸 前七位是属于过世犯罪 卢俊逸这个罪名大呀 勾结叛贼 他这是谋逆的大罪 所以说这个 脸上啊 到门上 这强盗俩字 应该是免不了的 你还有几个次配的呢 就不是属于水浒 这个好汉里边 不是梁山省人 高球 何涛 唐牛 董超学霸 王庆 那么说 次配到达目的地之后 让他们干嘛呢 水浒里边其实没有交代 因为 他主要描写的是其他的故事 这个对他来说不重要 因为罪犯次配之后 是要在军队里边呢 服劳役 他这个军队 所隶属的军队 名字叫什么 叫乡军 乡 就是包乡的乡 咱们上剧场看演出 做一包乡 舞厅里边做一包乡 那个叫乡军 乡军是干嘛的呢 这个宋史上曾经说过 乡军者 诸州之镇兵也 内总于世卫司 但是宋朝队伍里边 负责驻守各地的地方部队 他这还不是宋朝发明的 他是起源于唐末武寨的 这个征兵的制度 他属于是那会儿的 所以这个从本州 临州啊 五百 以前两千三千到沙门岛 这个出去上哪儿去啊 他是决定了这个 犯人之后的结果 当然那会儿宋朝吧 他大赦比较多一些 两三年就有一回 皇上过生日 不是娘娘生太子 国舅爷感冒好了 甭管是什么吧 国家劳有这个大赦 两三年来一回 每次大赦呢 这个主管次配的这个犯人 官吏就把他们的情况 往上一报 犯罪情节矫情 或者是在这儿 表现很好的呢 那就可以释放回家了 当然罪行特别严重的 还是不能走啊 终身服役 其实地方的司法官吏呢 对这个次配之行啊 也有很多不利的地方 为什么呢 他有点滥失次配之行 你包括到后来 因为有大批的次配的 这个犯人之后 朝廷其实有很难 你比如说北宋末年吧 金兵南下 好些个民间的英雄 一块起来抗金 这里边好多这都是罪犯 那么到了南宋建立之后 这些个人也都算是功臣了 得接受朝廷的封号 得进朝 但是你不能去 为什么呢 脸都金印 都刻着呢 强盗 因为按法律规定 罪犯 不得入朝 所以为了这个 宋高宗还发布了一个诏命 说这个今后陈辽 有面词大字 或至烧之人 许入见 就得了 功劳挺大的 那还是来吧 脸上有名人字画的 也不要紧呢 就来吧 滥用这个赐配之行 实际上是加重了对罪犯的处罚 当时也有很多有识知识反对 有人说这这减少 有人说这完全废除 但是也没有被朝廷采用过 你这个从宋朝之后到元朝 元朝是全面继承 不光继承还发展了 原来宋朝可能就是脑门上来一个图章 强盗 到元朝那厉害了 刺双甲发展成刺面 刺左右臂刺相 两边胳膊都是 一脸都是 脖子上也都是 而且这个 到了明清的时候吧 明清反正 更多的是刺左右臂 一直到清末的时候 这个就废除了 这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刺配沙门岛 北宋立国的时候 宋太祖亲自下的命令 说军事罪犯 配留该岛 沙门岛就重犯的流放地 因为宋史写着嘛 重者沙门岛寨 其次领表 其次三千里 至临终 那么沙门岛在哪呢 山东烟台 长岛烈岛 这南端 就是现在的长岛县 那风景秀烈 有称呼说海上仙山 天然仰巴 是现在咱们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 森林公园 是成为中国十大最美海盗 但是当年可不是旅游圣地 当年那叫鬼门关呢 北宋时期次配沙门岛 那个估计就回不来了 这个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说沙门岛啊 他这个负责人叫债主啊 沙门岛债 这债主一手遮天 生杀打全都是他 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他厉害 他能弄死你 当然还有一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沙门岛他有限额 朝廷只给这个沙门岛 提供三百人的粮食 那么这沙门岛多少人呢 最多的时候 犯人一千四 给三百人的犯 然后这有一千四百人 那那不死等什么呀 是不是 所以沙门岛当年 那是跟鬼门关齐名的 老百姓一听说就吓死了 上了沙门岛万难还乡啊 咱们看那个水浒传 削霸 董超削霸 跟卢俊逸不就说吗 说便到沙门岛也是死 不如及早打发了你 那你别上这受罪 我在这弄死你 你就知道这个多难受 这是玉麒麟卢俊逸 他那会让管家礼顾陷害 几掌四十次配沙门岛 还有一个那个铁面孔墨 裴轩 那也是这个良善好汉 所以说这个沙门岛被当作鬼门关 是人们都知道 现在这长岛 您有时间您可以上这去玩一玩去 据记载是五代 后汉前有三年 他有一个节度复始流放到这 这节度复始也是工作失误 城池失守了 就给他流放到这 打这开始 这沙门岛拿成了重犯的流放地 这是十几年之后吧 北宋建立了 宋太祖赵匡印 这才下令 罪犯都送到这 送到这来 这是次配最差的地 这个除了沙门岛吧 还有这个通州岛跟穷州 还有些海岛 通州岛就是上海 现在崇明啊 崇明岛那会也是发配 说这个好的呢 好了在陆地上 你看林冲次配沧州 好歹是平原的陆地 说是送到海岛上来 这为什么上这呢 这关键就是海岛嘛 孤悬海外 你除了坐船 除了什么 你根本跑不了 便于管理 所以到这呢 就好管一些 那么说囚犯去之前呢 就在脸上啊 先得落上这字 次配沙门岛 到了这之后呢 得干活 岛上有那个军队呀 昼夜看压着你 服军役 工艺 先干活呗 养马呀 造船什么的 当然也有这个逃跑的现象 宋仁宗 景佑年间 这就发生过 囚犯 突船 突完船 逃跑 所以到后来 这不是增派了几百名水兵吗 专门保护这个沙门岛 还另外配了这个刀鱼船 刀鱼船是当时速度最快的一种船 这个就为了得逮人用的 宋朝的时候 劳动改造的这个地方呢 一般叫劳成营啊 水湖里边老说这个啊 就是武松 次配到了孟州 孟州劳成营 劳成营就是跟监狱差不多 都是犯人限制 在高墙里边强制劳动 有兵看着 沙门岛属于蓬莱县沙门寨 所以呢 他这个劳成营呢 就叫沙门寨 沙门寨的寨主 就是监狱长 官方的有一称呼 叫监押 那沙门岛的皇上 总负责人呢 按照律令呢 他要受提点武岛使臣查局 还要受 京东路提点刑狱使的侠制 是这么一个身份 但是基本上 那就是个土皇帝 咱们看有些资料记载 宋神宗西宁年间 那会儿沙门寨的寨主啊 叫李庆 这个李庆平时最大的乐趣 就是杀人 当然也为了省粮食啊 他在他当这个寨主 就是奸押啊 当这个两年多时间 光他就杀了 有七百多名犯人 杀人成性 草奸人命有瘾 还制定了各种的 很变态的刑法 你在这个岛上 他也没事干 手里富于一千多人 那可不就是 用变态的心理来 折磨犯人吗 是不是 那会儿宋史的刑法制 还记载了这个 当时这些监狱管理人员 虐待囚犯的手法 很残忍 你看有这么几种 有一种叫什么呢 代家锁 枷锁咱们都见过 看电视剧 电影 老有这个 能一大枷锁 给人弄住了 人走不了 枷锁臣呢 但是呢 按照规定 这个枷锁 不能老带着 他一定是 一定的时间内 要给犯人 得开一下枷锁 他得缓一缓 老带着不行 但是这个 沙门寨的这个狱卒 让犯人要带上这个 哪个 没有债 干活也得带着他 吃饭 睡觉 也不能债 天长日久 这个犯人的骨头都变形了 有了那个腕骨就都折了 惨的不行 这带枷锁 第二呢 第二就是这个 不让吃饭 虽然说 宋朝的刑法规定吧 说这个 狱卒是不允许 可扣犯人饮食的 因为有说法吗 应给犯食 而不给者 胀六食 说应该给人犯人吃饭 你没给 你把粮食给扣了 那么打你六十板子 但是在沙门寨这儿 没有 狱卒要不高兴 那就绝不给你犯食 就眼睁睁看你饿死 当然这也是由于粮食紧张 因为沙门岛这个贡粮 它是实行自给自足制 它这个岛上有八十多家岛户 跟着种粮食种菜 开始次配来的人 它不多 西宁六年的时候 在之前应该二百名左右 到后不是增加三百吗 所以朝廷只提供三百人的口粮 但是到后来 它越来越多了 那怎么办呢 那会李庆当寨主的时候 有时候干脆 这个二百人太多了 没有办法 这二百人直接扔海里 就扔海里就淹死了 这样的 第三种 还有种很残忍的方法 是喂锯末 他们把锯末跟水混在一块 强行让犯人吃 灌在肚子里 这东西它不消化 不消化 到最后犯人负账 最后疼痛难忍就死了 很残酷 第四呢 叫石布袋 就是有一大布口 在里边装板的石头 拿这个石头 这个装好的布袋 打犯人 你说这都多缺德的主意 这个犯人 内伤死 表面还瞧不出什么痕迹来 还有一种呢 叫喂泥球 喂泥球 它就弄一个鱼钩 挺小的 那小鱼钩 搁在哪呢 搁在一个小鱼儿的肚子里边 强迫犯人把这鱼生吞下去 那这鱼带着钩进肚子了 进肚 那肚子里边能消化 把鱼消化了 你那鱼钩没法消化 到最后 把肠子胃也勾破了 打出血死 还有一个是钉钢钉 整个的这个粗的钢针钉 钉在这个犯人的肩颈穴里边 直接钉在肉里边去 这样来你这胳膊就抬不起来了 抬不起来 那你还得干活 你干不了活 干不了活就打你 你是打死为止 所以说 就这些个刑罚在沙门岛 就造成了囚犯是大量死亡 而且肩押条件很差 大量的囚犯 都挤了一个小监房里边 一有传染病那就算完 甚至那后来没办法 就一巧有的病人就快咽气了 要死就直接人家得了 活着就扔吧 所以说 他岛上的犯人 不成文的规定吧 他们始终保持在200人以内 超过200人那个弄死就弄死了 那你说这怎么弄啊 所以说那会儿 有一个京东路的转运使 叫王举元 任宗年间他给皇上写一报告 说发配到沙门岛的犯人 如计每年配到300人 十年又有3000人 内出一分死亡 何有2000人见拐 金只及180 足见其毙 就反映这个问题 反映这个问题也没用 因为之前宋真宗的时候 有俩官两个文官 刘沛到这了 然后沙门岛的债主 索惠 索惠不成 给俩人害死了 那俩官的儿子 进京 告狱状 到最后也是死无对证 也是不了了之的 所以那会儿 水浒传里边 您记得吗 这个冀州府的福隐 听着梁中书派人说出来 说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 有这么句话 那差点没吓死 所以民间流传 不也有这么句话吗 说头沙门岛走一遭 就想起来 法兰西学院有一教授 不曾经写过吗 说在这个地球上 折磨空间残忍 而以残酷折磨 为主旨的极形 也远远没有成为过去 只有不再杀人 人类才真正的得以为人 话说的真是很好 也不知当初沙门岛的债主 是否知道这几句话 当然了 他也不知道 这什么叫法兰西啊